什么叫陪伴式过大年 腾讯视频带在暴血时分一开播 其他两家视频平台按捺不住了 立马将白敬廷主演的《南来北网》 与周一维王立坤主演的《大堂敌公安》 直接定档2月6日 三大平台再次针锋相对 究竟谁才是你心中春节党电视剧的天花板呢 在暴血时分不用多说 咱讹厂全网独播 首播当日连根5集 其次当时很多观众看完预告都扬言 我就敢说就这剧一播出 收视率绝对蹭蹭往上涨 不光是当年火遍大陆想见你的导演亲自操刀 就连由在暴血时分的作者莫保非保 同样也亲自担任编剧 很难想象两大强者搭配会产生什么效果 起初因为一场十年不遇的大雪 英国被困餐厅找不到回去的车 随后门外恰巧路过的林一阳 见到室内的亚洲面孔 主动询问之后顺便得知 对方居然还是中国人 也正是从此开始 林一阳一眼万年 对英国产生了情愫 随后二人发展成男女朋友 剧情的走向让观众直呼真的太甜了 二人做旋转木马 上演什么叫旋转木马文 英国要参加比赛 与林一阳临别前的深情一吻 想必司机都能唱出那首歌 我应该在车里 不应该在车里 再加上两位主角年龄相仿 配上这高颜值的脸蛋 恋爱中的暧昧氛围 非常让观众上头 下一秒另外两家平台按捺不住了 将南来北网与大唐迪宫案 纷纷定档2月6日 关于南来北网的最新消息 今日官宣定档将在央视开播 据悉这部剧是由白敬廷 丁永代与金晨领衔主演 主要讲述了新郎两代铁路干警 景魂心火相传的这么一个故事 它是青春热血的小城景 抓鸡抓贼找孩子 都是我应该做的 见到有人鬼鬼祟祟 哥们上去就是一脚 结果没想到 哎呀 是他的新师父 从今天开始 马魁同志就是你师父了 他是对工作热忱的老同志 满脸正义感 拿捏小徒弟更是不在话下 他则是勇敢豪爽的女青年 大棉袄配二棉裤 我叫马亚你记住 与男主的关系 大家懂得都懂 在数十年美好的生活中 共建时代变迁与改革 汪欣和马魁新老两代铁路警察 见证中国铁路 从蒸汽机车到电力机车 再到动车高铁的发展 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最后则是大棠狄公案 今年最大悬疑局 大棠狄公案同样定到2月6日 主要讲述了在武则天时期 为了维护政权 稳固朝廷 武则天不由得罢免了大批朝廷官员 但很快就出现了许多 不为人知的悬疑案件 最后只能让大棠破案能守敌人节 解开真相 花竹之夜竟成凶杀现场 一场对异成了两人的生死局 年轻夫妻新婚也变丧婚业 背后的真相究竟只是意外 还是另有预谋 其次主人公扮演者周一维感叹 在历史上 敌人节判案量的记载是十分惊人的 堪称卷王之王 把自己卷成了受百姓尊崇的好官 上任第一年 将过去所有积压的旧案审理一清 涉案人数超过1.7万人 但却无一人诉冤 也许这便是敌宫的本事所在